下面这条消息特别拧巴 河南女子小丽跟一对双胞胎兄弟当中的弟弟小妃谈恋爱 前不久俩人到民政局登记结婚 可弟弟小妃呢用的却是哥哥大妃的证件 也就是说从法律角度说小丽是嫁给了大妃 那这么做的原因呢是大妃购房需要结婚证 然而领证两个多月之后 小丽还有小妃感情破裂了 大妃呢却不肯离婚 于是小丽以实际办理人与登记人并非同一人为由 将负责办理登记的民政局告上法庭 请求判决结婚证无效 躺枪的民政局部门负责人对此呢是意外 同时又感到委屈啊 这双胞胎兄弟俩长得太像了 我们作为外人一时难以分辨 双方故意欺瞒 我们背锅也太冤了 怎么说呢 这婚姻虽然说是自主 可是也并非儿戏啊 应该好好想一想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